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介绍 常态分配的叠合问题 这个题目是中兴大学应用经济所的考题 那么题目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说假设X是一个随机变数 那它是服从 这个是normal 这个mu是10 变异数是3 那y的话呢 它是服从的是什么 也是normal 15是mu 8是变异数 好那现在xy independent 很好 我们希望它是independent 那么现在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这个x加y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做 首先我们先要看的是 x加y是什么形式 它是怎么做的 normal的话来说 它的mu相加 那就是直接相加 那就是25 那它的变异数呢 那变异数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变异数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说这是相加的 原则上我们可以这样写 y 再加上两倍的 covariance xy 这是我们一般的状况 因为它是independent 所谓的独立 所以它的covariance的话呢 是等于零 所以我们这边不要写了 就直接把它相加就可以了 那现在刚刚这个题目 这是三 这是几 这是八 所以我们相加起来 我们直接合并在一起 叠合在一起的 它的变异数就变成了11 这是一个第一题 就变成了一个很容易的题目了 那么第二题 如果是x-y呢 x-y其实也不麻烦 常态分配 减掉常态分配 它还是常态分配 但重点是在哪里呢 在于它的μ是几 x-y 那就是10-5 那就这边 我们的平均数 就是负 那么变异数呢 变异数不变 它还是11 是用加的 那么怎么讲呢 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这边的话呢 是减的 我们要知道 加跟减都一样 因为变异数 如果说是负的 数字都可以移到前面去 它本身就是负1的平方 但这边也是正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它的变异数 就算是减 变异数不会变小 它还是一样变大 那再看下去 第三题 3x 3x的话呢 它的状况是什么 它还是normal 原来它的平均数是10 那它的三倍 那当然就变30了 那它的变异数呢 变异数绝对不是只有三倍 各位同学要知道 3x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原来什么形式呢 3的平方 乘上variance x 那么这个题目就变成了9倍 原来是几 是3 所以是多少 27 所以3x的话呢 它的变异数会放大9倍 会变成了27 最后一个 4x加5y 好 4x加5y 它还是normal 那这个地方我们算一下 4x的话呢 是40 5y呢 是75 所以115 这个mu是没问题的 现在我就来 看它的变异数了 变异数 4x加5y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因为它是独立的 后面covariance 我们不用考虑 我们就直接拉开来 拉开来以后 这边就变成16倍的 variance的x 这是5倍 的话呢 这就变成25 继续往下做 这边16乘上 这原来是几 原来是3 这是25 这是几 这是8 来 我们算下去 等于48 加上 这边是200 所以等于248 所以它的这个4x加5y的变异数是248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个题目 那这种题型称为常态分配的叠合 它们把它合在一起了以后 我们发现仍然是常态分配 只是说它的变异数 要稍微计算一下 那么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像这种类型 万一它没有说它是independent的时候 我们中间还要考虑什么呢 还要考虑它的共变数 这种类型称为常态分配的变异数 这种类型称为常态分配的变异数 要绊色称为常态分配的变异数 这种类型称为常态分配的变异数 需要一边的变异数 是在变异数